NCP-501 Monk's Creed 一枚原池钞 项目点齐 Euclid 投送措施 NCP-501被保管在赛三一个5乘5乘5公尺的房间内 NCP-501被锁在一个保险箱中 房间被两命二级的警卫看守着 这两名警卫每天都要接受心理评估 房间内必须24小时被制造两台的监视器监视 这两台监视器必须由不同的警卫监视 监视器皆被连接上备用发电机以防停电 所有实验的要求都必须被制造三位欧五级人员允许 所有为允许的接触 依人员的级别将接受心理评估或被处决 描述 基于NCP-501心理的效应 准确描述它的外形是有难度的 根据低级人员的描述 它是一张一美元纸钞 并散发着琥珀色的光晕 化学分析认定它在化学上与正常的一美元钞票一致 当一个人看到了SCP-501 它会立刻被一股想要拿它的欲望所包围 与地检人员的研究表明 这种欲望会在一段时间后消失 但随SCP-501被观察的时间越长 所需时间会以植树及成长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被SCP-501影响的人无法停止他们的欲望 甚至会借由暴力与伤害自己以达成欲望 甚至非直接观察SCP-501 例如带上检光镜或透过监视器观察 并不会影响SCP-501的效果 一项确认SCP-501效应的实验被进行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要确定 成功拿到SCP-501对人的影响 低检员D-501被铁链拴在墙壁上 而其他人已从房间撤出 监视器被短暂地关闭 在此同时机械手臂打开了中央SCP-501的保险箱 让D-501短暂地观察 机械手臂并将SCP-501移到一台机器上 机器将SCP-501密封进了一个不透明的黑色铁盒内 接着研究员进入了榜间并解开D-501的铁链 让D-501拿取被密封的SCP-501 研究员已经测到了可以安全监视D-501的位置 一个喇叭被装上了天花板 而研究员被指示允许除了放D-501出来之外的所有要求 实验必须遵守安全协定 SCP-501不能被研究员看到 实验在下午1点43分开始 2009年10月20日下午1时43分 测试者拿了密封的SCP-501 测试者盯着它看了10分钟 期间并没有扎眼 有些研究员认为测试者能透过盒子看到SCP-501 2009年10月20日下午1时53分 测试者不再盯着它看 但开始脱掉它全身的衣服 研究者同时听到它重复着 我必须把容器拆掉 2009年10月20日下午1时55分 测试者要求了一把刀 并把他的衣服都丢到了房间的角落 测试者被证实允许了 有一位配有武器的警卫送入 测试者拿到刀后警卫离开 测试者立即残忍地割掉他的头发和身上的肉 并把他们像他的衣服一样丢到了角落 测试者似乎并未发现他的自残 有未反应 研究员在测试者自残的同时听到测试者说 闪吧 多余的东西 测试者在使用后也把刀丢到了同一个角落 2009年10月20日下午2时0分 测试者盘腿坐下并开始冥想 但测试者的眼睛只盯着蜜蜂的SCP-501 2009年10月20日下午2时23分 测试者喃喃自语地说 我懂了 他站了起来并说 我在此宣布除了神圣的议员之外的四属猪都不需要了 任何其他的东西都只是些污染 注定被遗忘 一部研究员说到这段话 测试者回到了冥想的状态 2009年10月24日中午12时0分 测试者停止呼吸 测试者在10月20日开始冥想后就没有再移动 推测测试者心缺水而死的 记录结束 以上就是SCP-501 简单来说SCP-501外观是一张一美元的钞票 看见SCP-501的人会出现想要拿他的欲望 并且会尝试以暴力达成自己的目的 在得到SCP-501后 在得到SCP-501后 被影响的人会认为其他的事物都不重要 最后会因此死亡 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这期影片 最后帮你们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帮不喜欢吧 希望做什么SCP-501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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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